HELLO,大家好,我是Mighty,NK叫我阿熊 那今天我要分享的就是抱怨这个主题 那我先分享我的故事 我的故事就是通常在几年前我的生活都是一直在抱怨 从早到晚都是在抱怨 除了就抱怨家人,抱怨朋友,抱怨 另一半等等 然后我都是在抱怨我的不久 然后还有很多的看人不顺眼都有 那我在一段时间过后 我就反省自己,就问问自己 那我就问,为何我要每天抱怨 而不选择感恩,接受一切的过期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突然的领悟呢? 是因为有一天我在一个公司上班 然后下班的时候,关门全部关门的那一刻 全部人都中 甚至下我一个人留在一个公司里面 然后就突然间我的眼泪啪下来 就很多很多,我也不懂为什么 但那时候,那一刻的领悟 让我时时刻刻想起,我根本没有好再抱怨 因为,我不懂即使我会离开 我不懂意外先发生,还是意外先到 所以,这一刻让我提醒了自己 我必须要感恩 这两个字,那讲到感恩 我要怎么用 写是很简单 讲也是很有益 那我这时候,我就认真地去探讨 那要怎样感恩 我这时候,我每一天起来 我就对自己说 凡事每一天都是美好的一天 我们必须要感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感恩每一个事情的发生 感恩每一个档下 因为我们的生命只有短短的那个祭祀年 就我们所爱的,说我们所做的 爱我们所说的,说我们所爱的 所以,我们一起感恩,加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